印度连续多年 排名世界第四 三个问题 看清了骑士假虚胖还是真肌肉 敬请关注本节目 美国军事能力排行 全球火力指数GFP发布2020年各国军事能力排行榜 根据全球火力指数7月21号发布的最新榜单显示 军事排名中美国依然名列第一 其后分别是俄罗斯 中国 印度 日本 韩国 法国和英国 GFP分别为美国0.0606 俄罗斯0.0681 中国0.0691 印度0.0953 日本0.1501 韩国0.1509 法国0.17202 英国0.1717 全球火力指数根据人口 军事力量 军备能力 国防预算等50个因素 对全球各国军事力量进行了排名 不仅取决于武装力量拥有的武器数量 影响排行榜的结果 还有地理位置 交通系统的能力 自然资源开采 国家进入能力和军队人数 指数越接近零 便表示军事能力越强 核武器并没有被列入评价指标中 2019年该排行中印度也位列第四 但其排名一直受到外界质疑 称其为虚胖 首先 虽然印度军费不断增加 2019年高达665亿美元 但实际用于采购武器的费用有限 印度退役空军元帅马萨斯瓦兰曾撰文指出 印度军费开支结构不合理 三分之二用于人员经费和支付养老金 只有三分之一可以用于包括采购军备在内的所谓基础性支出 但是这部分支出中 大部分要用于支付以前年度的军购债务 真正能够用于采购新装备的只有不到8% 大约47亿美元左右 其次 印度的武器是出了名的万国牌 瑞典斯德格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曾发表报告显示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 从2013到2017年的五年间 印度武器进口量占全球武器总进口量的12% 作为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 印度缺乏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 印军80%的防务装备及配件依赖进口 印度国防工业发展项目常常不是研制周期过长 就是超之严重 号称本土制造的阿群主战坦克 光辉战斗机等也问题不断 难以形成一体化作战能力 因为大量的武器进口交易 也使得印军中腐败问题平线 打着量身定制的幌子 一架阵风竟然能卖到2.5亿美元 买一架C17运输机5.8亿美元 比卡塔尔同款高出3.8亿 几乎是三倍的价格 再次印度的三军分立体制 使得印军缺乏高效的现代联合作战体系 印军正在尝试三军联合 也曾经在演习中设立过联合总参谋长一职 在印度洋东部的安达曼尼克巴群岛 设立了一个有实权的三军联合司令部 但由于三军之间的竞争 常见的官僚作风和资金问题 该司令部基本未能发挥潜力 尽管在这份排行榜上 印度连续多年世界第四 但是是虚胖还是肌肉 估计民眼人都看得很清楚